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冯岛和刘编剧啊 从崔永元公开的短信截图来看 还是针对当年的《手机一》 这部电影的《星仇救院》涌上心头 当年《手机》这部电影的拍摄 本来崔永元是知情的 冯小刚和刘振云还再三邀请他入住剧组 但是崔永元以荡期和不会演戏为由推辞了 他以为这部剧呢 只是以他为蓝本排除的一个真实电影 但是为了商业价值 冯小刚却把生活中由于生病而替换主持人的情节 换成了电影中和女主角范冰冰有暧昧 所以寻思情让他主持 这样的情节设定让崔永元大为发火 他害怕民众误解 也对这种商业行为表示不耻 以他为原型炒足噱头的一部电影 却做出这样容易误解的情节 也难怪崔永元会跑轰他们了 好了 今天的不吐不快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记得关注我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